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崔小军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总统蔡英文与巴勒国小学童一起种树 在植树节当天 蔡英文特别到朝静公园参加植树节活动 戴上可爱的河豚帽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等人陪伴下 蔡英文开心的欣赏朝静万的无敌美景 也与渔民朋友话家长 蔡英文表示 永续生态发展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他也针对近日藻礁争议做出回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动向山市境 向海市境的政策 我们期待台湾社会能够亲近 珍惜我们的自然环境 所以回应最近各界的环保 对环保议题的关注 我们会更努力 促进中央地方 政府民间更多的 保育合作 随后总统蔡英文 也亲自主持海洋科技博物馆 朝静智能海洋馆动土仪式 海科馆馆长陈树芬 特别说明 全国首座虚拟结合实境的 智能海洋馆特色 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这样的 一个增改建 达到因为我们有温室 所以能够达到智能养殖 一个绿色循环经济 这样的一个产业能够发展出来 透过一个海底摄影 虚拟整合的情境 我们也很希望大家能够 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海洋 透过增改建 朝静工作站的智能海洋馆 力拼今年10月完工 将成为 金融城市博览会的主展场之一 金融市长丁又昌 非常感谢中央的支持 让一波三折的海科馆 水族馆美梦成真 我想这也特别要谢谢 总统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样的一个水族馆 不再是像大家 去参观的一般的水族馆 就是大水缸等等 而是他把整个海洋 把整个朝静公园的保育区 都变成是水族馆的一部分 总统蔡英文视察 旺海巷海湾串联计划工程 对于无敌爱景相当的赞赏 也对市长宁又昌 这几年把金融城市治理 有声有色相当赞许 而市长丁又昌即将展开 24小时不断电 台湾重走切西瓜的热血行程 总统蔡英文亲自在尾市 排上签名 祝福宁又昌挑战圆满顺利 骑这个山路一路到墾丁 1月2号到10月11号 在基隆要举办城市博览会 最后总统蔡英文也到 和米岛天醒宫上香前程祈福 并与信众合影 希望在国人共同努力下 早日解除疫情与中南部缺水危机 那我们这段情节确实 我们愿意临到很多的访战 不但是疫情跟汉灾 我们都面临了访战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访战当中 我们台湾人展现了我们的任性 台湾人也展现了我们的团结 所以在台湾人共同团结的意义下 我们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那我们社会 因为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我们社会也很稳定 基隆市长牛昌表示 已经来基隆13趟的蔡英文 是历年来最挺基隆市的总统 在总统的鼎立支持下 今年10月举办的基隆城市博览会 将具体展现基隆蜕变有城 成为全国城市治理的典范 记者黄绍明 张启腾采访报道 民众挡在交车前方 要驾驶下车 但驾驶不理会 继续往前开 双方爆发冲突 原来开车驾驶 10号上午到金融监理站 表示车子要变颜色更换车牌 柜台小姐当场收取 450元的检验费 让驾驶突然暴怒 表示已经去过民间验车场验过 并且对柜台小姐一阵飙骂 让对方委屈落泪 而一旁同事赶紧上前协助 让车主顺利退费 昨天那个变色也是沟通的误会 因为他年纪有 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专制 结果我们去监理站 跟他解释讲清楚了 是那个年纪也大 火气也比较大 我们监理站 收费的小姐跟他收钱 后来发现 他原来是有在带检厂验车 而且有变更颜色 那所以这方面有产生一些误解 那我们了解之后 我们会派专人去 帮他处理这件事情 一般民间的带验床 主要是负责汽车定期检验 带收罚环 若要变换车牌 换颜色 都要以往监理站才能办理 因为检验费问题 老翁对着检验员大小声 而民众拦车 声援泼网 双方火气都不响 记者 王少民基隆报道 感谢别伴 民众住逐在留言看板前 写下对这座天桥的感激与回忆 为了配合国门广场工程 这座由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捐鉴 出离在基隆市中心区 将近50年的基疑性天桥 即将在3月20号拆除 基隆市政府特别举办 再建了天桥活动 设置留言区 让民众写下对天桥的一句话 为这座工程升退的老天桥 留下纪念 以这一个桥要拆除的 这个工程呢 我们从3月11号开始 我们也在这里呢 希望基隆市民 或者在这里 这个来往的人们呢 能够对这个基隆信桥呢 来写下一些话 那我们希望说 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呢 也告诉大家 这个桥呢 即将要拆除 那另一个部分呢 当然也在这里呢 感谢这个天桥 在过去所扮演的一个功能 那工程升退 对于天桥将拆 有民众表示认同与期待 也有民众感到不舍 还有民众与外地游客 特别上来天桥拍照留恋 你对这个桥没有回忆 有回忆 太久了 太久了 觉得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不会可惜 早就拆掉了 拆掉 对我讲的奈何桥 22要拆嘛 所以就来留影一下 以后一位 所以也没有机会看到这条桥 蛮可惜的啊 因为可能会不方便吧 跟以前比起来 差不多少到一半以上 那又是觉得说不需要 用那种斑马线给他走啊 现在基隆市的话 很多那个都接啊 对我们才聊 对啊 那有什么话要对这座老天桥说的 感谢他 他陪我们走过了 五十年啊 这项留言活动从即日起 到3月17号为止 民众在留言区留言 并与天桥合照 在上传林佑昌 YouChange脸书专页 还有机会获得金融专属 文创小物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分享 用期待的心情告别过去 迎接崭新的 基隆城市新风貌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那边是那个 活动的 对 那边是 户外 这边是户外 户外 都会有户外的活动 在公务处与教育处等单位陪同下 基隆市长林佑昌 特别到位于正民国中的 成长非营利幼儿园 视察工程进度 这间四支 七千多万建造的 新颖建筑物目前进度超过八成 需要能赶在新的学年度 开放招生 预计是在今年的五月份 要完工 不过目前我们是希望能够提前 一个月完工 那而且可以让 这个我们在新的学年度 要招生 可以赶得上 家长的一个需要 彩六边形结构搭建的 成长非营利幼儿园 计划招收五班新生 新颖的学习设施及大片窗户的空间设计 将成为正宾地区的新亮点 也是当地家长的一大福音 由中正区来讲 现在有非常有几座学校 包含正宾八斗和平 还有中正 其实都有附幼的设施 以及校园的一个环境 那今天在我们的正宾国中 在新设一个非营利幼儿园 那可以扩大在中正区 这些幼儿就读的 这些选择跟机能的环境 那我想对于地方的 这些青年朋友来讲 跟我们的这些家庭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牛昌表示 金融市今年将一口气 新增五所非营利幼儿园 包含公幼非营利 及准公共化的评价幼儿园 就读比例也将突破七成 不仅傲视大台北地区 更是全国第一 我们在公幼 准公幼 跟非营利幼儿园的一个 学生的名额数 到目前为止 也已经高达4984人 所以我们整个公幼 准公幼 跟非营利幼儿园的 入园的比例 是高达69.1% 那当今年五所 非营利幼儿园完成之后 这个比例还会再提高 我们预计会突破七成 到71.5%左右 那我相信这在整个大台北首都圈 应该是第一名 那在全国也是 这个名列前茅 牛耳昌更宣布原本每个月2500元的月费 明年八月起将降为每个月2000元 更有效减轻家长负担 价钱的部分 我们评价幼儿园大概就是2500块 那在明年还会再降 降成是2000块 所以我想这个对家长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教育处长林助理表示 今年五间非营利幼儿园 都将在五月一号及五月二号 与公幼及准公幼同步办理线上招生 欢迎金融市家中有两岁以上 40幼儿的家长踊跃报名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在老师带领下特教生坐在仪器前 接受视力筛检 并且接受骨质密度检测 这是国际师子会300F区 多个分会的师友们 结合中山医学大学老师和学生 以及基隆地区视力照护师友志工们 带着仪器专程到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 为100多位特教学生 做视力筛检免费配进 以及骨质密度和听力检测 照顾特教学生 针对视力的需要加以筛检 同时对有配进需要的学生 给予免费的配进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根据他们的听力 还有他们的骨质密度 顺便做一些筛检 我们希望做这些检查 除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以外 能够让他们能够独立自主 能够增加他们的竞争力 由于特教学生本来就比较不会表达 身体哪里不舒服 因此基隆特殊教育学校 非常感谢国际师子会300F区 每隔三年为特教生办理视力筛检等活动的爱心 他连续这样每隔三年来 帮我们孩子做视力的筛检 之前两次的都是针对视力 然后这一次就增加了听力 还有骨质密度的一个筛检 那特别还配合那个中山教育大学的一个老师跟学生 那来到我们学校这边 是我们学校孩子比较熟悉的环境 那也给我们孩子更充裕的时间 所以一定能够看出我们 一定能够筛检出孩子的一些状况 那不止只有做这样的筛检 像后续的配进 那个陈医师还有师子会都 再三的给我们的一些协助 那在此就代表学校来感谢师子会 我们今年有120个学生 那每隔三年来每年都有120个学生 那三年加起来就有360位的学生 参加这场活动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也肯定国际师子会300F区的爱心 更希望社会各界可以多关心 特教生的权益和福利照顾他们 疾病病痛往往都是在症状发生以后 可能他不会自己表达出来 那因为这一次的来这边筛检的话 我可能被很多的一些身体的问题 可能会发现出来 进而来治疗 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项工作 那同时也是呼吁我们 还有社会很多的公益团体 能够共同的来重视着这个弱势团体 国际师子会300F区表示 视力筛检以及骨质密度和听力检测的目的 就是希望帮助特教学生 独立自主和增强学习能力 如果发现相关眼睛或是鼓松 以及听力等疾病问题 也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国民法官法即将在民国112年元旦正式施行 符合一定资格的民众 有机会当上国民法官 不过国民法官也有权利和义务 权利就是可以参加法庭审判刑事案件并且量刑 而义务则是必须当到案件审判结束 不能中途落跑 要筛选这个动作 譬如说有些被告他现在还在涉案中 那有些的国民 他其实是被告或者是本案的一个告诉人 又譬如说他其实是没有受过国民教育的 那也譬如说他事实上是心智有些问题 受了这个所谓的监护或辅助宣告 那又譬如说他有所谓的缓起诉处分 或者是缓刑 但是期间未满两年 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人就不适任担任国民法官 那至于要参加的天数 常常是会因为案件的繁杂程度 有可能是两三天 有可能是一个礼拜 那当然未来可能还有一些贪污的案件 要进行的话 因为复杂的程度更难 所以可能要出席的日子会更多 不过就是因为如此 被选上国民法官的民众 只要出席审理案件 就可以支领国家给的出席费用 被挑选为国民法官的话 他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请公假 那公司或者是相关的单位 就不能拒绝他请公假 那不能拒绝请公假之外 当然他可以出席我们的政府 原则上会有2500块钱的出席日旅费 给予这个国民法官来参与 那如果这个六位的国民法官里面有任何的人 有因为特殊的状况不得参加这个审判程序的话 我们就有被位的国民法官来顶替 这也就是这个制度 为什么要有被位国民法官的原因存在 但是因为被选上国民法官的民众 可能因为每个人的工作职业不同 收入也不一样 但是出席案件的补贴费用是一样的 所以基隆地方法院将在国民法官法 正式施行上路前请假宣导 让民众更加了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市整年度的重要亲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市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市 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 数千步抢挡一句随你挑 电视轻松看YouTube 陪你追剧零时差 立即升级HOME PLUS TV 光鲜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 再赚看片金两千四 申办首月通通免费 手刀抢办 清明节即将来临 为了因应民众扫墓的需求 台北市交通局从3月20号起 连续八个例假日 提供五线免费扫墓专车服务 避免自行开车前往 以减少对墓区道路的交通冲击 我们配合民众扫墓的需求 还有周边的交通管制 所以在假日的时候 从3月20号到4月5号 连续八个假日 有批示了五线的扫墓公车 包含富的墓区 阳明山墓区 还有军人公墓的墓区 都可以接驳上山 另外在平日的部分的话 在3月22号、26号、29号到31号 还有4月1号总共9个平日 那这个有P11条112路的 从捡运动物园站 到富德公墓的收费的路线 那一天总共有八个半次 你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今年交通局开闭的五线扫墓专车 有墓榨县、南港县、军人公墓县、 崇德县与阳明山县 去年因为疫情关系 扫墓民众锐减 但为避免车上过于拥挤 并不会特别减少班次 基本上扫墓公车的部分的话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平常一年大概都是100万人左右 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降到27万人 那我们班次还是不会调整 因为我们今年就是因应这一个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民众扫墓需求 然后防疫可能它的这个变化 班距的话呢 平常是尖峰3到5分钟 离峰5到10分钟 然后急动的加密班次 交通局表示 预估连续假日期间 扫墓人潮将是最高峰 呼吁民众尽可能避开尖峰时间 并利用大众运输系统 转成扫墓专车 避免自行开车前往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慢性肾张病病友黄振平 侃侃而谈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发病的失落心态 直到积极面对 他希望藉由自身经验 鼓励大家定期测量 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状态 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最重要的是 要有积极面对的心 我血尿 我疲累 我水肿 那时候已经很慢了 那经过确诊呢 我得到肾脏病 这是一个很震惊的挑战 讲实在的 再过来的呢 就是疼痛冲击 然后焦虑 我想说将来怎么办呢 然后又失眠 忧異 然后更严重的就是 工人啊 渐渐渐渐渐的 更加的恶化 直到最后呢 我 洗肾了 我做护膜透析 然后呢 我也做了移植 那我因此呢 也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呢 提醒 各位胜有 生活习惯的改变 而且注意三高的控管 定期的回诊 执行营养师呢 建议良好的医病关系 可以提供呢 我们更有效的 建议增进我们的生活品质 这样病啊 病不可怕 你要面对它 然后呢 要定期的 跟医师 营养师 来互动 做三高的控制 如果你是有 肾脏病的病人 一定要记住 定期的血压 血糖 血脂的监测 以及按医嘱 规律的服药 是重要的第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事情是 你不知道我自己 有没有这些问题 那么透过政府提供 四十岁以上的成年人 每三年一次的健检 我们的健检 有肾脏功能的检测 以及小便的检测 透过尿液的检测 还有高血压的检测 可以及早发现 除了我们生死酒过滤率 还有一个高血压 如果你发现 你有高血压的问题 同时小便中 出现蛋白尿 我们都鼓励 尽早的接受 医师的诊断 那么这些 基本的检验套餐 在我们成人预防保健 里面都是有的 所以我们鼓励 第二个我要倡议的是 三十岁以上 四十岁以上的 国人应该每三年 接受一次 车测防保健 那我们提供的服务 在六十五岁以上 是每年一次 透过这种 regular的自我检测 早期发现自己的问题 根据国建署的 国民健康调查访问 有五成以上的 慢性肾脏病人 没有注意 凉血压 血糖和胆固醇 越年轻的病患 更是越不注重 测量三高与规律用药 因此呼吁病友 遵从专业医疗照护指导 提升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避免之后期走上洗身之路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玻璃工艺职人安静贤泰 在松山文创园区 展出垂直玻璃创作 同时为致敬家族 两百年来的美术风华 也展示自己父亲 和祖父的绘画作品 有服饰会 日本美人画等 同时安静贤泰也创作 和父亲绘画连结的玻璃品 这个后面是啪啪的画画 但是这个致敬的想法是 不是颜色 不是形状 有一条一条一条的线条 是跟着爸爸的鼻子跟一样的 所以爸爸教我的这个画画的想法 传在里面 爸爸的想法是 每一个人看 每一个人自己想 所以爸爸不要说 自己这个作品的故事 但是我也是有一点点 同意这个意见 所以我也是 这个作品看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想想想 但是我刚刚说的 有一条一条线 是我最大的表现 安静贤泰出身艺术世家 拥有深厚的美术基础 他将自身才能导入玻璃创作 发展独一无二的作品 日本知名艺人 智春剑 穿上麻衣子等 都有收藏安静贤泰的玻璃制品 同时他也展示自己的服饰绘画 发扬家族传统 那他看到了这个月板子的 长二奔月以后 他就觉得他要创作一幅 跟这一个一件作品 跟这个长二奔月 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 就是他要表现 所以他在做凤凰羽翼系列 这个时候 上面他表现的是 我们好像是上天 因为上天就是 没有人间疾苦 然后透过他这个云层 所以他的这件作品 这些玻璃作品的中间 就是一个云层空间的表现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 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中佳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